湖水悠悠 穿白羊 啊 沾沾隔磨心肠 农农香气 七嘴 阳城沐沙 春来草 湖水轻轻 云在飘 啊 沙沙四处梦中让 啊 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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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詞沐沙沙 沙沙沙 扶沙沙沙沙 沙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村里人都说了 多亏了你那大博士的女儿 亲自选好蟹苗 而且生长期还一直跟踪着监督 这是应该的 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了 学以致用 这对他也是意思锻炼的 听说向涛在你家养殖场里 自己培植了纠制蟹苗 是不是考虑卖给我家一些 我们家也买 我们家也买 这蟹苗是不是培植成功 还没确定呢 你们啊 也别着急 向涛已经回打赏了 这两天啊 就能鉴定出来 马上一个 行了行了 刘会计啊 你把我们都畅迷糊了 我说你是不是先自己算清楚 再说给我们听好不好 薛书记啊 不是我要折磨你们 这个实在是镇里啊 和区里吧 催得太急了 今年莲花岛的经营项目很多 那个镇里和区里都想弄清楚 莲花岛到底有没有盈利 多种经营有限公司开业以来 它的经济效益到底怎么样 沈主任 如果按照你和陆双全那种算法 今年肯定不能立刻就见经济效益 我考虑是否按照我的算法上报 你是个怎样的算法 你说 其实啊 各村从前都是这么报表的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村委会会计 已经摸索出一条成功的经验了 凡是向上级领导报表 都要掌握两个原则 一 要充分体现成绩 二 又不能让感觉到我们在搞浮夸 这两点之间呢 要找准一个平衡点 其目的就一个 就是要让上级领导满意 决策有依据 既然你已经心中有数 还让我们听干什么 徐书记啊 这可是大事啊 我一个人做不了组的 请你们领导来 就想让你们听一听 就想要告诉你们 这个报表是集体决议的 不是我这个快递心绪来槽 瞎编出来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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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两小时啊 就搞定了啊 到时候沈主任会请各位到水上餐厅去吃大杂蟹血啊 好 好 好了 好 好了 刘快姐 我怎么就没听明白呢 你说凡是像上级报表 一是要体现成绩 二呢 不能搞浮夸 那假如成绩不太显著或者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硬是要体现成绩的话 他怎么样说才能不算是搞浮夸呢 那不是有个说道吗 往年我都是这么报的 你上级也不来检查 项目又很少 我就自己就做主了嘛 可今年不行啊 今年要报上去 肯定有人来总结经验了 开现场会了 要是还像往年那个报法 一旦有了出路 这板子不是还打在我的屁股上吗 我 我这把瘦骨头能挨得住打吗 怎么 照你这么说 这里面还有不少说的 这说到就淡了啊 这叫数字游戏 这个游戏可玩不得呀 别说是不能欺上瞒下 就是我们自己 也不能欺骗自己啊 当然 咱们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啊 势头不错 今天还有上海苏州 南京无锡的几个蔬菜瓜果商 参观了我们的绿色生态园以后啊 都表现出了浓烈的购买欲 甚至还争了起来 是吗 那太好了 不过我现在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俗话说 到手的钱才算钱 现在 还没到十拿九尾的程度 另外 船餐一条街 和莲花岛之夜 都属于大型的旅游项目 现在还只是投入阶段 至少到明年才见成效 所以我们现在啊 要头脑清醒 多找差距和不足 而不应该去研究 怎么在报表上去体现成绩 沈准说的不错 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到头来是我们自己吃大亏 许书记 你听我说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顾虑什么 你是怕各村会计一块开会的时候啊 你脸是没面子 其实你用不着担心啊 今年咱们大展现丰收了 就这一项 就够你风光了 我看就到这吧 多种经营股份有幸公司的财务报表 都按照沈主任的意思办 其他一切照就 好 上会 三八手 你说说 我是为了许书记和沈主任 他们脸上有光吗 可是他们 你这个人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此话真假 连我这个三八手都懒得操心 你一个村委会会计 招什么劫啊 莲花岛的兴衰成败 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 说的也是 我这是大白子悲凶的媳妇过河 白压了又不讨好吗 大河向东流啊 紧紧你何时向背头啊 来了 来来来来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兄弟几个 多吃多喝啊 辛苦辛苦啊 牛哥你们家伙子真棒啊 好吧 六嫂你上次菜真好啊 多吃多吃多吃 辛苦辛苦啊 叔叔多吃点 水生啊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这莲花岛水产品的孩子 应该是村里的无形资产 怎么叫夏老六注册专利了 你看 现在各家各户的大闸线 都要通往他们家 才能销售出去 就算他的收购价和销售价差距不大 但是也不合理 这个 夏六哥的脑膏子灵活 他抢先注册了莲花岛水产品专利 完全合法 只能说我们当初的市场经济意识不如他 叫他抢先 这钱叫他赚的也太容易了 那叫我说呀 只要能把莲花岛的大闸线全部销售出去 我们就应该鼓励他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还是想不通 这夏老六是个党员 还是党小组长 他为什么就不能把专利交出来 许书记 你以为别人都是你啊 为了集体恨不得把命都豁出去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 只要谁付出了劳动 就应该获取回报 这样 不是什么 反正我酒量也不大 你去陪陪客人 我跟夏老六聊聊 徐书记 夏老六个个性挺强 你跟他说话特别小心 说不定哪句话又冲他废管子了 你放心吧 当了那么多年的书记 这思想工作还是会做的 考安排 你去哪里也好 或者证明 我去哪里 Rug的打工 我去哪里 搞什么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都好 全部就好 老六 干你不错 这个秋天下来 赚个五六十万没问题吧 差不多 许叔叔 今年我们联合的大达线 长寿的很 供不应求的 我那些客户 都是大商场 大超市 资金非常的雄厚 一弄就要上百箱的 许叔叔 来喝点茶 我这些今年啊 顶好的新绿茶 北老六 有件事啊 我都真是想不明白 你说同样都是大闸戏 对吧 他贴上你那个标签呢 他价钱再贵 他都卖得好 如果不贴你那个标签呢 哪怕他卖得便宜吧 他也没人买 这什么道理 许叔叔 怎么跟你讲 就讲你身上 穿的这件衣服好吧 这个是多少钱买的 这别提了吧 我这是向涛 在苏州一个大商场 给我买的 一百六十八 我去年去苏州 在个小商店里看起 一模一样 你猜多少钱 八十 你说有没有道理 许叔叔 这就对了 为什么会便宜大半 你晓得吧 就因为 你这件衣服啊 是在苏州大商场买的 同样的货啊 在不同地方的卖 那价格是不一样的 就说到那个 五星级酒店吃饭 一桶饮料 在普通商店买啊 三块钱就搞掉了 到那里啊 至少要十块钱的 这也太不合理了 哎呀 许书记啊 什么叫合理 大家接受 那就是合理 就说我们莲华导大扎线 贴上我的商标 那就人买 哪怕价格贵一点 不贴我的商标 哪怕价格比这便宜一些 也没得人买 这叫什么 你晓得吧 品牌晓 哎 那个专家怎么讲 文化附加之 哎 还有这个教教 心理期待 哎 许书记 喝茶喝茶 茶都凉掉了 大扎蟹来了 你看到这儿 就像自己家一样啊 别喝茶 喝茶 不行 吃吧 这大扎蟹太大 太肥了 这是正宗的 阳城湖大扎蟹 哎 各位 想喝点什么酒啊 喝啤酒吧 好 那就喝啤酒吧 来 上啤酒 我来吧 来 吃大扎线 好 谢谢 啊 我要喝白酒啊 不许喝白酒 喝白酒上身 哟 好 那就喝啤酒 哎 高的一个漂亮姑娘 是你什么人呢 她怎么不让你喝白酒 你怎么那么听她话 用古人的话说 她是我姐妹 用近人的话说 她是我老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各位 欢迎你们来到莲花岛做客 希望咱们合作愉快 来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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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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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啊 嗯 其实啊 我早就想找你聊一个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差这么多 说到见识啊 我不见得比你高 当然 这话又说回来了 我是个支部书记 你是个党小组长 咱们党内都是同志吧 是啊是啊 这同志之间嘛 就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独戒嘛 是的 哎 兄弟几个 多吃点啊 下午的活蛮多的我跟你讲 谢谢六哥 六哥 你活太棒了 就照你这吃饭 我们也要好好的干 哪个头懒 以后就不用它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辛苦辛苦啊 哎呀 这些季节工啊 每年从我这里赚不少钱的 老六啊 这样是过去啊 你可就是个大地主了 哈哈 哪里哪里 哎呀 正做好啊 许书记 要是没这个好政策啊 我像老六啊 也绝对当不上莲花刀首富的 搞不好啊 连吃饭都成问题的 对 吃水不忘挖井人 咱们要知恩图报 哎 没错没错 岛上的父老乡亲 是我的一世父母 哎 我一直在想啊 应该为莲花岛啊 做点贡献 哎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 是吧 老六啊 你虽然入党时间不长 但是我观察你好久了 我上回就对你说过 你呢 富不忘本 啊 你看 村里修桥铺路 救济贫困学生 啊 重修学校 你都出钱出力 你对莲花岛的乡亲们 有情有义 你做事情呢 有板有眼 脑子官零 不敢干什么 啊 有点子 有想法 好了好了 就不要再给我戴高帽子了 好吧 赶快把你下面那个 但是讲出来 好吧 你怎么知道 我要说但是啊 凡事啊 都是这样的 只要前面 起劲地夸你啊 下面准得有一个但是 许叔叔家 你那个但是是什么呀 赶快但是出来 好吧 老刘啊 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咱们都清楚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把老百姓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去年 莲花岛的大闸县 减产绝收 今年刚刚恢复元气 群众的负担还很重 你看 能不能 好老许叔亲 不要讲了 你只要是不跟我要人的脑袋 你讲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好 我没看错你 老刘啊 那我就不转来摸巧了 你能不能把莲花岛水产品的专利让出来 你说什么 让我转让莲花岛的水产品专利 是啊 这本来就是村里的无形资产嘛 不能你一个人独占嘛 老刘啊 我 我是不是话说错了 你别生气啊 我这都是心里话 你了解我这个人 我不会转摸角 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啥 许云根 你吃菜是我跟你讲 你没什么 好 你讲的没错 莲花岛的水产品专利是莲花岛的无形资产 但是你们村里没有开发呀 你们不开发还不准许别人开发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是国家发给我的专利证书呀 我是合理合法的 好 你有让我转让的义务 我也有不转让的权利 但是你不该讲我是独占的你知道吧 老刘啊 我不会是随便说一说 你别大动干活嘛 我不动干活 你是党支部书记 你的想法代表莲花岛一级组织你找的吗 你不要这样讲话的 老刘 你听我说啊 徐书记 我知道 我在你眼里啊 永远是那个爱战基地小便宜的人对吗 老刘啊 你想的太多了 我还没那么保守僵化 徐书记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还有老一头办法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明确跟你讲 我不接受的 哎呀 行了行了啊 别得理不饶人了 徐书记也是为了莲花岛的老百姓多得些实惠嘛 他又不是为了自己 就从这一点 你就该多担量些 别为了一句话两句话说的不妥 就催冒求辞 我怎么催不求辞了 这关系让我的人格和名誉 你晓得吧 我跟你讲 我夏老六做生意这么多年 从来不发不义制裁的 好 既然党支部书记都有看法 没得关系 大扎线我不报销了 哎 下午就退货 哎呀 我跟你讲 没家买户收了我钱的 图图给我退回来 我不干了 老六 别追 再多讲一句 你讲到后果 老六 你抽的什么邪风嘛 妈 他说我独吞莲花岛无形资产 你说我独吞了吗 徐书记 我也是老党员了 我可是处处维护你呀 你说我儿子独吞莲花岛的无形资产 我都想不通 现在的政策 不是鼓励经济人发挥作用吗 我儿子推销大闸戏 有错了 大伯 你别说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 可能我认识有误区 老六 我向你道歉 刚才的话算我没说 这样吧 咱们推销大闸戏的工作 还继续进行 可以吧 不可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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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下子再来 学生哥 这下子可有盼头了 以后这要是苏州 无锡 南京 上海 这四个城市的蔬菜瓜果批发销售公司 把咱们莲花岛当作他们的蔬菜瓜果基地 我们可就大有希望了 双全 咱们也不能太乐观 现在绿色生态园很多 竞争很大 如果我们没有独一无二的无染蔬菜和特色瓜果的话 就很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正好啊 上涛回来了 他在培植吴公海大闸蟹 也许在这方面能帮上我们的忙 喂 小婷 慢慢说 你快回来吧 水晨哥 我哥他发神经了 就因为许书记的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现在说什么也不给莲花岛包销大闸蟹了 许书记都快急死了 快 赶紧回莲花岛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们家不再包销大闸蟹了 请你们各自领回自己的大闸蟹包装箱 退回我们的收购款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们家不再包销大闸蟹了 请你们各自领回自己的大闸蟹包装箱 退回我们的收购款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们家不再包销大闸蟹了 怎么要把盘线全退掉 退 全都退了 我就看看这许义得怎么收购款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们家不再包销大闸蟹了 请你们各自领回自己的大闸蟹包装箱 退回我们的收购款 各家各户注意了 我们家不再包销大闸蟹了 爸 爸 你怎么了 我闯了大祸 老六 看到老六吗 老六 不进去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六他不包销了 他是同倦驴 取出去一句话 掐来他的废管子了 说什么也不愿意 包销莲花岛的大闸蟹了 你中午还说我们家今天能收入两万块钱 现在不全部泡汤了吗 这大闸蟹风收了 你说这要是卖不出去 谁说不是呢 我们家这头倦驴啊 这次可真是急眼了 要以前的话 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我们老太太一发话 他就像只幸福的小猫乖乖地照办了 可这次不行啊 老太太好说歹说 说了半天 他连恨都不恨一声啊 福京叔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已经跟南京紫荆山大酒店打过电话了 叫他们明天两辆大货车不要来了 我是怕耽误了乡亲们销售大闸蟹 所以赶紧地通知你们 并想别的路子吧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夏老六搞什么名堂 是不是嫌收购价太低了 这人都是贪心不足 吃到锅里边的 还看着盆着边的 不是那么回事 听说许书记啊 让夏老六把他专利权贡献出来 他一下子急红眼了 人家急红眼有道理啊 谁叫李崔委会 想不到注册商标 说的就是嘛 现在也不是那吃大锅饭的年代了 工业是要讲 但也要符合经济政策 二劳分配嘛 夏老六他在什么啊 深精湛值就赚钱了 就叫合法非劳动收入 合法的 不管怎么说 许书记没错 他也是为群众利益着想的 哎哎 眼前这道官怎么过 夏老六就是不肯报销大杂线 谁会有本事 能把大杂线推销出去 就是吗 那不是沈主任快艇吗 他送客运回来了 沈主任 这怎么回事 大杂线学生也发愁 风招也发愁 这可怎么办啊 许书记得罪了夏老六哥 让我们也跟着倒霉 大家别着急 先回家吧 等我通知 去夏老六哥 说快去 怎么样 总说差了三千七 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这头大半天啊 损失肯定有的 没的关系 都记在我的账上 钱算个屁啊 我夏老六啊 喜欢钱不加 但是从来不管钱 就要跌的 哎 哎 啊 啊 水生来 夏老六哥 哎 六哥 怎么回事啊 发那么大的火 你不至于吧 哎 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 大名人啊 怎么一两句话 你都经不起呢 沈水生啊 别赖这一套了 好吧 许云根唱黑脸 你唱红脸 打一巴掌 给我一个添枣的事 我不是三岁两岁小孩子 莲花岛的事啊 以后连踩都不要踩 哎 你看我能不能赚到钱 说我独吞莲花岛 无形资产啊 这是在污污的人格 你晓得吧 哎 你这个人啊 你说你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呢 你白走南闯北了 你说这么小的事情 你知道在意 还能干成什么大事啊 我不是你 哎 你为了干事情 把老婆都干丢了 我是翻夫苏子啊 哎 每天快快乐乐地活着 尽量做点好事情 哪怕好事实在做不来 也绝对不要做坏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 哎 你啊 是活得最清楚的 不是有句话吗 苏州人见太阳容易 见月亮也容易 见星星也容易 就是 见你夏六哥 就是叫我夏老六 不容易的 我那是随便讲着玩的 哎 连我自己都没当真 陈学生啊 陆双全啊 你们两个 别在这白粉心思了 我是王伯赤胜所铁的心 哎 连花岛大闸蟹 你们就是把公鸡收成母鸡 把老头说成老太太 我也绝对不要经销的 哎 六哥 我跟你讲啊 我很忙 我没时间踩你们啊 哎 六哥 我想找你好好聊聊 我再说一遍 我很忙 没时间踩你们 听不懂啊 夏老六 我 你 你以为你谁啊 你别管我 陆双全 我告诉你 看在小婷的面子上 我今天放你一马 你要再出口不驯啊 我说你满地爪牙 你信不信 你追牛不上睡吧你 说不定谁满地爪牙呢 曹群 你 你 你不服啊 我 不服你怎么呢 我 我 你 你谁啊 别干净你谁啊 你是不是给我杀 他扯我赢了 他扯我成名 快走 你别骂我 你以为你谁啊 你别骂我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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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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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 别打了 别打了 hら 快 快 快 说打就打成这样 要不是双拳手下留情 你呀今天就没命了 这陆双拳出手也太狠了 还怪他出手狠呢 他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 他能不及眼吗 老刘 今天这事就算扯平了 救手打住吧 哥 你怎么样了 哥 要打要骂 你就冲我来吧 小婷 你不用担心 你哥就有点轻微脑震荡 休息几天就好了 这个陆双拳 我再也不理他了 妈 小婷 你们先回去吧 我留在这儿就行了 宝宝还在邻居家里呢 我得回去照顾他 走小婷 哥 回去吧 妈 你们回去吧 他在这里好了 没事的 回去吧 嫂子你照顾好哥 知道了 回去吧 放心啊 好好捣顾他 宝宝你就放心吧 好 走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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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我 好 这下次 小拳子和小六的 不就结下仇了 会不会 把婚事打黄了 妈 那倒不至于 小婷啊 还是很懂事的丫头 她和我们家双拳啊 一直很好 不过 下老六可是小婷的亲哥哥 这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亲戚难处啊 真仇人呐 你看 大杂戏也卖不掉 又和小六 闹翻了 老六 怎么样啊 老六 怎么样啊 老六啊 今天这件事情啊 起因完全怪我 我虽然不是有意地伤害你 但是我自己想了 主要是我对政策认识不足 对你们经纪人的作用啊 我还不了解 我再次向你道歉啊 老六 许习书记 沈主任 他这个人啊 就这个脾气 一时半会还转不过弯来 你们还是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别耽误了销售大闸蟹啊 我听说 现在市场竞争可厉害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六哥 要不再商量商量吧 老六啊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你说出来 只要是对莲花岛老百姓有好处 我都照你的办 老六啊 这屋里又没有外人 你有话就说吧 既然你们把话讲到这个份上 我也就不藏着瞒着了 你说我注册的莲花岛水产品专利 是独吞了我们莲花岛的无形资产 这个我不为自己辩护的 既然国家专利局发给我的专利证书 那就证明我没有逾越国家的法令法规 对不对 我现在当着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我郑重宣布 我可以无偿地转绕莲花岛水产品专利 以后凡是我们莲花岛水产品都可以用我这个专利 老佑 我知道你会这样 你一定会这样 疼疼 你凭什么知道我会这么想 因为你是共产党员 你还是党小组长吧 哎 讲得没错 哎 我就是要做出一个样子给你看一看 我这个普通的党员 党小组长 不比你这个党支部书记 觉悟低 党性差的 哎 我话没有讲完啊 我是可以无偿地转让我们莲花岛的水产品专利 但我那是有两个附加条件的 哈哈 第一啊 建于你啊 徐书记 身体欠佳 我建议你还是辞去我们莲花岛的党支书的职务 好吧 哎 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讲啊 要为群众的利益什么都豁得出去吗 我就是要亲眼看一看 哎 你是不是在讲大话 是不是你做得到 你不是有两个附加条件吗 第二个是什么 哼 第一个你都做不到 谈什么第二个 小叔姐 没事没事 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啊 你怎么能用这种办法将许书记一军呢 哼 他总号召别人大公公司 我就是要看一看 他是真老包还是假老包 你 他支部书记不辞职 我莲花岛的水产品专利就绝不无偿转让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逼着许书记辞职呢 难道你还想当支书啊 猪脑子 我早跟你讲过 我不是当党支部书记的材料 我抓抓经济还是蛮可以的 许云根要是辞了职啊 那全莲花岛只有神水生能借他的班 空出来村委会主任的位子 那不就是我的呀 这就是你第二个条件啊 啊 行吧 行个屁 好像莲花岛搁不下你了 你不懂他 我们这个地方真有灵气啊 竟然出了大华家沈州这样的人 这世上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唐伯虎的道理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唐伯虎的老师 就是我们这儿的沈州 许书记 你怎么想起说这个了 沈家世代书香三代大辱 论财学沈州完全可以口壮眼当大官 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苏州巷城区 门前一片竹林 门后一席菜地 终日银石作画侍奉老母 真是不忘此生啊 我也挺敬佩沈州的 我常在想 我跟沈州没法相比 但是有一点我和他是相通的 就是我们都爱这块地方 我们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为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为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我什么都可以豁出去 原来我也以为 今天大辣蟹丰收 至少能够缓解一下去年带来的压力 没想到夏老六来了这么一手 我估算了一下 如果一个星期之内 不把这批大辣蟹推销出去 后果比去年还咱 许初见 夏老六哥朋友把 别花到水产品的专利交给村里 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他那个附加条件 我个人认为绝对不能答应 小廖六这个想法 也还有他的道理 其实啊 我本来就打算 把你跟在前面去了 许初见 你听我说 像我这个年纪 不论是在区医院上 或是在阵上 即使是不退行 也该退去二线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